好 欢迎大家收看Ancient Aliens 那我们这次来到的是第三关 Aragnichon Arrival 好了 这里提到蜘蛛会不断的过来 实际上是有十个但是足够让你头疼了 所以说这边还是不要去管 一出来就先跑到这里来 上来之后在这个地方先把这些体验处理掉 这一关可以多用狂暴拳头 或者多用火箭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倒是想要那个 好了 发动机干扭 被打了一下 好 完成之后呢 把这机箱手干掉 发动机干扭 这个地方其实挺危险的 因为这个机械蜘蛛还是可以打得到我们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躲起来 好了 准备好往前发射器 左边一发 然后拿到这个就进来 然后躲起来就可以了 等这个恶魔过来 好 发动这个按钮 再次发动这个按钮之后呢 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都会有一个亡灵出来 然后它就会传通到这两边 好 情况不错 可以利用这个机械蜘蛛帮我们把这些小鬼干掉 这个情况还可以 传送过来之后呢 把这个打掉 然后呢 我们来到了刚才看到的这个另外一边 放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会升起一座桥 那在走这个桥之前呢 我建议先把对面的小鬼先给弄死 这样的话等一下过去呢不用被挡的路 好了 都干掉 我们跳下来 避开这个大盔甲我留给下一关用的 过来之后呢 过来之后呢 放这个按钮 这样呢支持一个陷阱 那这个陷阱呢还好 不是那么糟糕 完了之后发动那个墙 是跟一个秘密地点相关 注意这个地方呢等一下会打开 出来一个亡灵 现在没有超级线弹枪处理起这个亡灵 真的是非常的烦人 还要发动一个墙是吧 咦 对他自己会降下来原来是这样的 好了这个地方也要快 希望这些敌人清理掉 我应该先拿了这个大药包在那个是吧 好了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都会出来一个胖子 先干掉一个然后我们就可以躲进去了 这个地方呢是我采取的办法 但是这个其实这个办法还是有点危险的 等这些敌人都死光了之后呢 确实我们可以跑出来 不然被这个胖子挤在那个角落呢 可不是一个好事情 好了放到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呢会出来一个传送器 顺便提一下刚才那个秘密地点要赶紧拿 不拿的话呢就后面就拿不到了 重新把我们传送到外面这里来 这是时候回来把这个绿色盔甲拿上 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拿到我的爱人 这个很重要 靠近这里会出来两个亡灵 有了超级现弹枪一切都好商量 好了全部干掉之后呢 注意这个按钮呢 会触发把那些机械蜘蛛碾死 所以说在这之后呢就可以处理掉这些机械蜘蛛 不过这一关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就是发动这个按钮之后会出来很多敌人 这个地方呢会有两个恶魔里面是蓝色钥匙 然后这个是蓝色钥匙门 这个蓝色钥匙呢 会传送你去机械蜘蛛所在位置 然后把它们就跳了全了 这里速度一定要快 好安全到达 然后呢打开这个蓝门冲进去 第一个完了之后稍微等一等 第二个完了之后稍微也等一等 之后出来呢就绝对安全了 因为这个门会关上 否则的话 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胖子 这胖子没出来 你这混蛋 小鬼你要赢啊 赢也没用 最后还是死在我的手上 把这里东西收集一下 那其实过关就是在刚才这个地方了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过关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拿 像这个灵魂球就是对准这边 这样过来就可以了 再从这个传动机回到一开始这个地方来 我相信可能上面还有一些线弹枪子弹 我看看 这里 这些碎片不用去收集了 因为没有用了 等一下有一个大盔甲 直接我们可以以200血200甲过关 不错不错 子弹也满了 这边重新回到这里来 这个大盔甲就是留给下一关用的 这次大的确实非常好 这次大的确实非常好 基本上我要掩饰死路都出来了 好过关 好 Aragnetron Arrival就到这里结束了 其实这一关我觉得还是挺欺负第一次玩的人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路的去向 然后你那个机械之珠又不能打 打了之后呢会不断的出 所以说他就赶着你来走 但是你不懂的情况下 你得找路是不是 不能说赶紧走就能赶紧走 所以说这个图呢就是欺负第一次玩的人 但是你熟悉了之后呢 这个图确实没什么难度 我录第二次的原因是 因为第一次呢 我是老是想绳子弹 用狂猫包来打这个亡灵 结果被这个亡灵搞得很惨 血量呢也是给的非常的充足 所以说这一关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对比起来说 我觉得上一关还可能更难一些 因为上一关的那个蓝钥匙 那个位置呢 特别不可控 好了那么 这个第三关就到这里了 下一关 Bad Medicine Math 那 我们下次视频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来到第四关了 好那么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 再见